川普支持者攻入国会的画面 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国际新闻记者威尔·雷普利 被推上风口浪尖 香港休律风波期间 雷普利作为CNN记者 亲身在香港进行长期报道 美国暴力事件立刻让他 联想到了2019年的香港 于是他在1月6号晚 通过推特发布了一组对比照 数料引来乱港分子的围攻 黄之锋的同党 敖卓轩更气到爆粗口 妄称两者没有可比性 对于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回应称 似曾相识的情景 但美方一些人 包括一些媒体做出的反应 是截然不同的 香港2019年7月 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 香港立法会大楼 他们肆意地损害立法会的设施 使用有毒的粉末和液体 袭击和围殴警察 甚至咬断了警察的手指 用刀刺杀警察 但香港的警方 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和专业 没有一个示威者死亡 但是现在 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暴力程度和迫害程度 没有当年在香港 发生的那么严重 但是你提到 已经有四个人死亡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当时美国的官员 议员还有一些媒体 他对香港用的是什么词 现在他们对美国 用的又是什么词呢 华川银又指 美国的主流媒体 都众口一词 谴责这是暴力事件 暴徒极端问子 是耻辱 但形容香港的那些 暴力示威者的时候 用的却是亮丽的风景线 这种鲜明的对比 及背后的原因 值得反思 你刚才也提到了 亮丽风景线 把这些激进暴力的 示威者美化成民主英雄 说美国人民和他们 站在一起 我想美方的一些人 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事情 和今天在美国 正在发生的事情 截然反应和用词截然不同 这种鲜明的对比 及其背后的原因 是令人深思的 值得大家都进行严肃 和深刻的反思 最后华春莹表示 希望美国早日恢复 和平与稳定 我们相信美国人民 是希望安全和安宁的 特别是在当前 疫情的严峻形势下 我们也希望美国人民 能够尽快地享有和平 稳定和安全 发生在国会山的这场闹剧 引发的不只是 美国社会的强烈谴责 还包括要求罢免弹劾 特朗普的呼声 十多名民主党众议员表示 将再次尝试弹劾特朗普 因为他的行为危险 且不可接受 不能允许他继续执政 一些共和党同僚 也要求特朗普立即下台 曾旅居居中国多年的 美国作家柳素英 如今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 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 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 看到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 冲击美国国会的暴行 他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 无能和失败感到担忧 在很多美国老百姓眼里 街上红毛军就是恐怖分子 从911开始 美国人一直担心 国外来的威胁 没想到 就是咱们美国自己的人 会做出这样可怕的事情 2016年 川普被选党美国总统 我就非常伤心 2020年 才看到他因为疫情的事情 骗了那么多美国老百姓 告诉他们不戴口罩什么的 造成那么多美国人的慎望 而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居然还孤立这些人 冲击美国自己的国会 实在是太可怕了